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扩散呢 你在进入游乐园之前 必须要先测量体温 用酒精消毒 接着才能入园游玩 防堵疫情台北市儿童新乐园 入口设置体温检测站 只要额温超过37.5度 额温超过38度 就会被禁止入园 就连小朋友玩的游乐设施也仔细清洁 清洁人员全副武装 进行游乐设施消毒 从早上9点开元一来到下午5点闭元 每4个小时都会进行一次的大消毒 而到儿童新乐园呢 非常受到小朋友欢迎的 如果儿童剧场 那么原方呢 为了防止疫情的持续扩散 也是决定呢 从3月3号开始全面暂停开放 而相当受小朋友欢迎的 如果儿童剧场 每天都会有3到400人次入场 但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从3月3号起全面暂停开放 业者也坦言受疫情影响 以2月来看 整体入园的人数真的少了很多 跟去年同期比较 我们的入园人数大概少了2到3成左右 那现在室内游乐场其实也是封闭的 就他们有注意到 就是不要让人群 就是聚集在密闭的空间 不止儿童新乐园 台北市立动物园也公告 体温超过37.5度 有咳嗽发烧等症状的民众 全部禁止入园 另外包括教育中心 昆虫馆 两期爬虫馆 儿童区和节能屋 从2月9号起 管区解说将全面暂停 新闻肺炎疫情持续延收 游乐园和小朋友爱去的动物园 业者都做足防疫手段 确保疫情不会失控扩散 假设一生话说 SNG小组台北参与报道